我这个月不要去踏踏看世界贼了 哎呀哎呀哎呀 那把我护照已经解掉了 哎呀哎呀啊 哎呀哎呀哎呀 哈哈哈哈 你们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那把我护照已经解掉了 欲盖名称装聋作业 那把我护照已经解掉了 停止挑不离间 煽风点火 那把我护照已经解掉了 子虚不勇 纯属耀眼 那把我护照已经解掉了 不遗余力 不择手段 不厌其烦地 污蔑和抹黑中国 哎呀哎呀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看到有两三位youtuber 在取笑一位叫做 韦小薇的中国女网红 那我也很好奇 大家在取笑她什么 后来我看了一下才了解 你们都误会韦小薇啦 等等再跟各位说一下 你们误会她什么 简单介绍一下韦小薇吧 她从2016年就开始在经营B站 这位网红以前就常常出游世界 长居上海老家在湖南 曾经支持过 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啦 微博时不时也会出现一些 爱党的言论 这是前提的啊 大家记住啊 11月20号的时候 她上传了一个偷者乐的影片 预告那一天啊 B站将会赞助她前往卡达旅游 条件是必须拍一系列的影片跟直播啊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会在影片里面 偷偷放一些爱党爱国啊 还是中国好 国外好像有点水生活了 国外怎么这样子 然后这个小粉红就会看得很高潮 稍微带大家来看一小段 她即将前往这个卡达世界杯的影片吧 我这个月底要去卡达看世界杯了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啊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B站这个平台 但是也不是白让我去的啊 作为条件交换呢 我需要过去给大家拍视频 然后和直播分享 我的所见所闻 所以我去了就代表 你们都去了 开心吗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主流媒体 比如说央视人民日报 在分享世界杯的时候 都是直接把观众席给砍掉 不然就是打马赛克 因为观众席没有人戴口罩啊 我们台湾12月1号才解除掉这个 在室外戴口罩的规定 其他世界很多地方其实在室外 绝对不用带了 更何况是这种万人俱会的卡达世界杯 根本没什么人在带 你过去 你能拍这个画面吗 大家看一下我在这个观众席 你看 大家又没戴口罩 我们中国搞什么啊 或是说 还是咱们中国最安全 就他一个人带 我相信他应该也是不会带的 没关系 这不重要啦 反转的事情来了 在11月26号的时候 他自己上传了一支暖心的影片 当然这支影片现在已经被下架被删除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跟大家说一个悲伤的故事 那就是我今天去不了卡塔尔了 现在是28号下午3点 正常的话我这会儿应该 快到香港 在香港转机去卡塔尔的飞机上了 但是我在上午10点多边减的时候 被狼下来了 就是现在我不管有什么办法 什么理由 都没有办法让我出去 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要回老家 去重新办理护照 我才能出境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形容我 今天的心情 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很难过的一生气 因为 我为了出去 我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已经订好了 去那个迪拜的机票 还有一个 都是现在 把我护照已经解掉了 这个已经解掉了 就是哪里也不能去了 我们讲点正常的 价值观 我知道他是反串 等下跟各位讲一下他反串的点在哪里 先讲一点正确价值观的 你刚才在影片里面说到 我们好不容易定好这一系列的规划的行程都被打乱了 那你为什么当初要支持这个香港警察 你为什么要爱党爱国 为什么白职运动的时候你不站出来 好多人的生活在这两三年都被这个皇帝的清零政策给打乱了 你被打乱了一下在那边哭天喊地 你不就更应该跟那些白职运动的人站出来吗 你也知道被打乱形成是一个很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情 这两三年大家被打乱了几次 这你是不是更应该跟大家一起站出来 当然啦 别人看不出来 但我看出来啦 你在反串 他名副其实就是个卧底已久的反贼 他今天实测这个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对吗 我们早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说过 中国政府现在会刁难出去旅游或是留学工作签证的中国人 旅游的话大概率护照都会被剪脚 留学或是工作签的话他不太会剪你脚 除非你拿不出他要你给他的资料 但这个留学跟工作签虽然会给过也会百般刁难你 我很多中国朋友都跟我讲都是这样的操作 他们也现场看过很多旅游签的被剪脚 当时一堆小粉还跳出来洗地 说中国怎么可能存在这个事情啊 他们被剪脚一定是他们的问题之类的 今天这个微小微不就跳反帮我们这些反贼证明了吗 事后还一直发文要维权 带大家来看一下他维权的过程特别的暖心 来11月26号他发文 今晚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特别的悲伤 11月28号又说问大家一个问题 护照没有过期会存在失效或是被冻结的情况吗 接着他在上海发文 真的走不了了 我护照被失智的注销了 请问我大家我该怎么维权 接着又发文了 说清楚些我户籍在湖南常驻上海 出不去跟上海浦东机场没什么关系 工作人员都很好非常有耐心 但是护照被注销了他们也没办法 所以只要你护照是好的 材料齐全出境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出在我的户籍所在地 我猜测是部分地方 不会按照规定这样的操作 大部分不会 我现在还要尝试解释 就这样 11月30号他又说 事情已经解决当中了 大家不要过多的猜测 过一两天就会有结果了 刚刚他又发文了 目前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 先跟各位说一下我护照失效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网路诈骗 然后我曾经有出入过这个 高风险诈骗的地方 所以我的护照被列入了控管名单 因为反诈骗中心 当初没有联系上午 所以我的护照就被列管 被失效了 今天我跟家里的街道公安处联系之后 他们也对这次的工作 舒适给我道歉 已经重新提交了资料 给我紧急加办了护照 谢谢我依然的爱党爱国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维小维 维权的过程 对中共的做法 从愤怒悲伤 再到了惊讶 转到不可思议 再到了体谅以及理解 最后达到了人生最大的课题 原谅与谅解 这不就是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吗 是不是证明了我们说的 一开始小粉红都很相信国家 不会都是那么荒谬的鸟事吧 在我的国家如果有人维权 有人上街抗议 一定是他们自己有问题 而今天我自己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好吧 原来国家有时候有一些工作人员 或是当地政府会做错事 所以我可以骂这个政策 我可以骂当地政府 就算他们做出了这个事情 中国的法律是平等的 我可以透过任何的管道去维权 但绝对不能骂党中央 因为你骂党中央就不一样 事后又被网警喝茶 所以话锋一转变成了理解与原谅 最后继续爱党爱国 这完完全全就是照着我们这些反贼 跟境外势力的叫战手册去做的对吗 模板是不是一样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误会维小微啦 多去他的留言板 为他对地刀子事业做出贡献的努力 加油打气吧 这边啊 我也剪辑了一个小短片 要分享给你维小微哦 我这个月底要去卡塔看事件杯了 哎呀哎呀哎呀 把我护照已经剪掉了 哎呀哎呀啊 哎呀哎呀哎呀 哈哈哈 你们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把我护照已经剪掉了 欲盖迷章装聋作业 把我护照已经剪掉了 停止挑不离间煽风点火 你们把我护照已经剪掉了 子虚乌有 分属遥远 你们把我护照已经剪掉了 不遗余力 不择手段 不厌其烦的 污蔑和抹黑中国 哎呀哎呀啊 好啦不管如何 我们都知道 微小微已经是反贼了 他以后继续的爱党爱国 大家也要多给他加油打气 望他日后继续握底在这个党内 继续为我们境外势力 帝刀子做出贡献 而除了护照这个事情之外啊 我们最近也知道了 马云已经长居在日本东京了 为什么马云恰好都是在你们这些 小粉红跟中共讨厌的地方 跟所谓不友善国家呢 而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上个月 那个时候我们才爆料 冯小刚 疑事移民美国了 但是这个消息被爆出来之后 冯小刚自己发文表示 我只是陪我女儿去读书 因为我女儿一个人 人生地不少的我要陪她 所以多待几个月 这个消息现在也被证实了 美国移民局相关负责人证实 今年6月份确实收到了 两个来自中国北京籍人士移民申请 经审查符合美国当地移民政策 8月份申请予以通过 但相关负责人以保密条款为由 对两位申请人是否就是 知名导演冯小刚夫妇 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冯小刚这样level的人 两个月就可以获准美国的移民资格了 马云呢 他多早就取得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的 或许也可能是美国的 只是住在日本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小粉红 还要洗什么 我真的觉得你们小粉红 轮不出去 那么可怜 然后又只会在那边催眠自己 真的好好在中国偷着乐吧 那影片的最后再来聊一下 昨天中国国家前主席江泽民去世的消息 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 我已经出了一条临时性4分钟的小短片 来讲这件事情的 早在11月13号PPT版就已经透露江泽民网声的消息 当时也指出过几天之后 中国的各大平台 百度微博电商平台 通通都会换上黑白画面 昨天证实的全部都换上了 但唯独习近平的图示 或者习近平的书籍是可以出现彩色的 真的是皇帝 真的是皇帝 连栽培你的人 培养你的人 你都可以这样打逆不到 而中国媒体人秦峰 也在11月13号 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贴文写道 江水东流去 而在昨天中国媒体人秦峰 又发了一次贴文表示 我再说一次哦 江水东流去 但昨天那条贴文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可见江泽民确实在11月13号那天就往生了 那是什么原因消息压到今天呢 相信跟中共的党内斗争有关系 我还看到有中国网友 包括支持白纸运动 甚至反共的中国网友在悼念江泽民 我想说的是 你会悼念江泽民的原因啊 是习近平太烂了 而不是江泽民有多好 要知道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哪个不是死守维护住共产党集权执政的地位 江泽民踏着天安门事件的血泪往上爬 打压法轮功的事件 也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找一堆演员去作秀、装智杖 去反串法轮功 请问这个剧本习近平是不是在反送中的时候 也玩过一样的剧本呢 那胡锦涛呢 他镇压过西藏嘛 我们再说了嘛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传新疆集中营 新疆集中营 那你知道新疆集中营他成功模板的前身是谁吗 是西藏 最后讲一下我的立场 我看到很多中国的网友说 我啊 站出来啊 拍影片支持你们 是因为我跟你是同胞 我们是中华民族 几个原因必须跟你说明一下 第一 我支持你们的行为是因为你们是人 不是因为我们是同胞 我也支持过乌克兰 我也捐钱过给乌克兰 不代表我是乌克兰的 第二 我是泰鲁阁原住民 不是所谓被强迫56个不同语言与文化文字的民族 统一成一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伪概念 第三 我们可以当好邻居当好朋友甚至远房亲戚应该都可以啦 但说家人近亲我受不起压力太大了啦 第四 民主从来都是要付出血汗的 全世界都一样 你不可能跳过这个过程然后享受民主的自由 如果你要跳过这个必须牺牲与付出的过程 就得到民主的果实 那不好意思你的民主将会变成像俄罗斯那样 最后啦 中共我有垮台 台湾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在国际上不管他名字叫什么的正常国家 这几点是我做频道以及跟你们站在一起的初衷 所以不要在那边同胞同胞中华民主 不好意思我受不起 我是台湾人我更是原住民 我不是中国人 但我支持你们 你们这个观点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再来谈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帮我下期见的拜